所以认为这个灾难是上帝惩罚世人 世人作物多端 上帝发脾气惩罚 这是他的看法 这个就是直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 他定着他未会 如果从定开会了 他就知道了 这不是上帝惩罚 是什么原因 是业力感召啊 是这么回事 上帝心永远是慈悲的 永远是爱人的 人犯了过失了 怎么能忍心用这种手段来对付这些众生 所以我想上帝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上帝也绝对不会发脾气 为什么呢 他修慈悲洗血 他怎么会发脾气 发脾气就动得惩恨心了 那是凡夫 那不是圣人了 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读 欲界天 还有成会 色界天 粗产以上 成会就没有了 所以大凡天王 摩西首罗天王 这个都是色界天王 他们心地仁慈 众生造窝 自然 你会堕山土 受果报 山土果报 也是业力感召的 绝对不是上帝安排的 上帝制造的 为这个道理 我在以前蒋经的时候 跟朱语讲过 朱荆州老居士的老要帐 张太炎先生 做过东邀判官 他就觉得 这个地狱里头 泡落 这个刑罚太残酷了 请求东邀大帝 把这个刑罚废除 东邀大帝派两个小鬼 带他到现场去参观 两个小鬼带他去了 只给他现场再次敌 你看他看不见 谢谢大家